在清新日常里 李慧让刘大厨给六少主做了一碗皮弹菠菜鸡丝面 挑适的六少主竟然大赞好吃 今天我就来复刻一下吧 大家好,我是研究所的西塔 先把姜蒜切片 洗干净的鸡胸肉 加姜片,料酒,冷水下锅 煮8分钟 菠菜切断 在水开后放入锅里焯水1分钟 捞出备用 把泡凉的鸡胸肉撕成细丝 把泡凉的鸡胸肉撕成细丝 皮蛋切拌 冷锅下油 下蒜片煲香 把皮蛋稍微煎一下 倒入鸡汤 煮开后小菠菜段再次煮开关火 水开后加盐 下面 面条煮熟后 放入刚才煮好的菠菜鸡汤里 放上菠菜 鸡丝 皮蛋拌 最后淋上蚝油 清清日常里的皮蛋菠菜鸡丝面 就这样完成了 纯厚鲜味的汤底 真的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吃 下期再见吧